這個報告 那也謝謝張老師 張教授這邊的意見 那確實我們在整個防洪排水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都受到很多的關照 包括在環評審議的過程裡面 委員也是針對這個入院的委員 非常的關切 那我們整個防洪志弘的一個概念 也特別在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它其實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這個所謂的制洪水導節池 它基本上它是因應說 當這個雨比較大洪水來的時候 它可以先在我們這個範圍內 它可以先做一些儲存 儲流 它不要那麼快就排到下游去了 那因為太快排到下游 確實如同剛剛張教授所說的 太快排到下游去了 當然就會增加下游 它在防洪排水的這個負擔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防洪排水的規劃 第一個原則是說 臺北市政府它已經在整個這個區域 包括剛剛所報告的這個四分溪 包括一下比較遠的這個大坑溪 還有這個四分溪的支流 那它都做過了這個防洪排水的規劃 改善了工程 這最主要是因應納利台湯 那一次的淹水的狀況 那所以包括剛剛所提到這個情力抽水戰 包括我們這個重溪排水的香含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比較小 它這邊其實是兩個這個香含的孔 它透過這兩個孔排進去 這個都是現有的狀況 那我們在做這個防洪排水規劃的時候 第一個原則就是 它這個現有的狀況 我們不去做更動 不去做改變 那等於說確保它在過去 整個水理計算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水力改善工程 這個不要受到影響 那因此這個部分水來了 它當然就會從這個重溪排水的香含 這個倒下去 那這個本來就是水往低處流沖 高處往低處流的一個自然的原理 那但是我們在做這個防洪排水規劃的時候 我們這邊所謂的人工濕地 也就是現在這個草地的部分 那未來我們會做這個挖儲 部分移儲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滯洪的它的量體會比現在更過大 那這個意義就在於說 以後如果下雨的時候 水來的時候 它一部分其實事實上可以到我們增加的這個滯洪子裡面 先在這邊做一個處流 那再透過這個整個這個所謂的洪峰流量減緩 那對於這個下雨的排水能夠 就等於說這個排水量的部分 有一部分先除在我們這個園區裡面 那等到這個雨過了 它在這個分段排出去 再溢去的排出去 那等於把那個防洪排水的這個時間去拉長了 那這個對於整個包括像下游四分溪 這個基隆的地方 它整個這個防洪排水的這個規劃 事實上都有一個幫助 那所以這個詳細數字的部分 我想我這邊大概就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這個水底計算 它所需要這個所謂的我們這個設計的序洪量 也就是說根據這個水底計算所計算出來的 我們應該要提供的這個序洪量 是一萬九千多立方公尺 接近兩萬立方公尺 那事實上我們從這個量體的檢測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要滿足這個接近兩萬立方公尺的部分 事實上只要在現了這個人工自動池旁邊 再擴充一部分的面積就夠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規劃 大家可以從我們這個人工實地的富裕區這邊 去了解到說我們整個這個部分 它是整個部分都拿來當作這個人工實地富裕區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所提供這個序洪量體的空間 比我們水底地算 算出來這個兩萬還要多得更多 那它這個容量當然未來就可以作為上游積水區下來的水 就可以先在這邊做一個滯流之後再排出去 那倒不會像張文亮教授所提到的說 我們這個水就直接排出去了 那對下游的部分好像反而是無力的 那這邊也要再特別做一個澄清 水會先在我們這邊做一個出流 那它會減緩它排到下游的時間 那這部分也在這邊特別做個說明 對不起 補助我們這部分能不能補充一下 我用比較一般的 你聽得懂的話 所以誰可以讓他當作 他對12C沒有幫助 因為12C的踢房金比大庚溪還低了 那假使大庚溪跟吉隆爾的水位 超過我們中原內那個 我們中原內沒有踢房的嘛 那遞上來是不是 我能不能稍微解釋一下 是不是我們 是不是我們 好 好 是這樣子就是 因為我現在就 我住的地方 正好就在這個 等於說這個 志宏池這個排水口的對面 的一樓 所以如果要淹水的話 我是首當其衝 那麼我要說明一下是這樣子 就說這邊原來的這個射棋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那個 排水口那邊就是 他原來一般的時候就說 在平常的時候保持一個水位 這個水位離 這個是為志宏池的上面 就是馬 這個2022冰宮廠圓區的馬路 大概有接近兩公尺 那麼在大雨的時候 如果說這些水沒有滿到 冰宮廠這個路面的話 底下的社區 和底下下游基本上是不會淹水的 那如果是真正大雨的時候 那四分溪底下已經漲上來了 基隆樓上上來了 所以 冰宮廠的水 憑著這個重力也出不去了 那時候冰宮廠裡面就會積水 那積水的時候 他優先的時候 就是一定會先把這個地方填高 填到路面為止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志宏亮 就是說 你剛開始離路面有兩公尺高 那原來現在只挖了一個 小小的一個水泥池在這邊 你增加了一點志宏亮 就是讓他填到兩公尺 然後再高住路面 然後再擠出去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多了這塊地 那這塊地 基本上是大概是這塊地方的兩倍 所以就是增加了兩倍 就是原來大概三倍 那麼你要先填滿這邊 等於填到滿到路面了兩公尺 你再考慮到這些水在整個變成往外排到四分行去 所以等於說 這個地方比原來的設計是增加了那麼多 是不是能夠解決將來永遠不淹水 沒有人敢保證 但是如果說大雨像個八八水才那麼大 可是問題是 這個 這部分不是說我們 因為新建的這個園區 使得他的志宏亮變少了 我們是增加了他的志宏亮 可是我們不能保證說 將來就絕對不能淹水 因為如果說雨水太大的話 這個再大的志宏池 可能都還是有他的限制 我的基本觀念是這樣 能不能仿效我們台北市政府 在內湖大湖山莊街那邊所做的志宏池 它是在抵消整個大湖公園的水販 那我們假使這塊濕地的話 有考慮到我們四分溪的水販的話 它應該是說四分溪的水量 超過13米的時候 因為我們中原院區沒有做踢販 大康西的提防 基隆和提防 都比我們四分溪還要高 那是不是他可以先解決四分溪 協助四分溪來當志宏池 這樣對MRI的區域 包括我們中原酒儒 這些區域才是真的也是正面的 要不然你只是說 讓他慢一點下來 就是四分溪沒有幫助 況且你中原店 當初為了這個志宏 所以提防沒有做 那對我們在地區域是一種威脅 謝謝 謝謝 後來是那個原山指導的改建 可是很難講啦 黃銅銅頻率一直在增改 另外是這個不是生產單位 所以它排水的那個問題很一樣 我想現在是增加三倍嘛 就是讓它能夠做的就是讓這個 這個志宏量增加 以防萬一 在將來假如 這種偏災的話我們怎麼應驗 所以我們是提高 本來是說50年分100年這樣 所以 那這個現在做到的是這裡 那還有張教授還有其他問題 我這邊接著補充說明 就是張老師這邊提到